好 柯文哲這句話呢 讓大家這個希望這個燃起之後呢 啪了一下 整個劇情直轉 陳之涵告訴大家 柯文哲一向主張 執政之後會組聯合政府 廣納延攬各黨各派的人才 所以呢 所謂的和 指的是政黨合作和諧 我們民眾黨主張 用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民調 推出在野最強人選 挑戰民進黨賴清德 最後一句很重要 輸的退選 輸的退選 不是輸的當富的 輸的退選 然後呢 這個一講今天就炸鍋了 炸翻了對不對 黃珊珊科辦的總幹事 臉書上PO文進一步詮釋 告訴大家沒有錯 陳之涵講的沒有錯 對不對 和平的和啦 和睦相處的和啦 不是你們講的 兩個要合在一起的和 不是這樣 柯文哲一向主張 執政後會組聯合政府 那些都是執政後的事 對吧 執政後的事 是不是跟你想的不太一樣 是不是跟大家討論的 都不太一樣 原來大家都誤會了 藍白和不是那樣的和 而是民眾黨有自己的藍白和 那國民黨該怎麼說呢 當然國民黨可能今天我不知道 周末節是不是有點懵啊 還沒什麼太多的反應啊 所以大概就是 國民黨有回應 對 這個國民黨文傳會主委嘛 藍白合作是多數民眾的期待啦 雙方正在堆疊共識啊 那各種建議啊 合作都會納入 以做考量 沒有錯 廣納還納百川的意思 我先讓亮哥來談一下 這個藍白和跟這個藍白和 你覺得呢 這個賴清德第一天說這個去死啦 那前面有兩句話 對 柯文哲說的 就說國民黨說一定要做政的 對 而且呢沒有要比民調 沒有要民調 那去死吧 對 是這樣來的 對 所以我覺得 後來到那個陳志漢那個發言就表示 他們的核心就是民調啦 那當然為什麼要做回應 因為 那個下架民進黨這個輿論壓力實在太大了 那兩岸和平的呼聲實在太大了 在這個大的輿論 他們一定要回應啊 那可是要合理的回應 那合理的回應就是 那就用民調決定吧 對 那由第三方 大家信得過的來做嘛 坦白講今天 民眾黨講出的話 就是鄭元兄的立場 所以他們聽進去了 對 他從來沒有來聽我意見 這個就聽進去了 真的是聽進去了 這就是在野聯盟的主張嘛 對 就讓民調高德去選嘛 那柯文哲的個性 我坦白講 因為我跟柯文哲比較熟 他真的不適合當富的 他會很尷尬啦 你知道吧 會很尷尬 他們可能是這樣想 就是說如果侯友宜民調贏了 那他不如以 黨主席的身份去拉抬民眾黨的 那個部分區的票 因為你如果是副手 你侯友宜的行程你一定要跟嘛 尤其是重要的肇事 那那個肇事場坦白講 都是國民黨的公職在台上 對不對 那多尷尬 我就講過這個狀況 我坦白講我也跟他們講 因為我跟民眾黨是認識的 我就跟他們講 這個場確實是如此 所以他們大概就說 那我看就輸了就輸了吧 就是我們 他核心是要顧他的部分區嘛 那如果他個人 可以來講部分區 然後總統如果沒有登記 就是支持贏的人嘛 這個就是比較乾脆的一個選法 所以現在這個民眾黨跟國民黨最大差異 一個要民調一個不要民調嘛 對不對 國民黨也沒有說他不要民調 他會否認 國民黨現在是說 我們會海納百川 尊重各種提案 這是最新的說法 那我們會堆疊共識 這個是國民黨的說法 對最新的回應 所以我們都把它用善意的解讀啦 就是說國民黨聽到了 那這個就是 他們的意思說不是用正負這樣 因為民眾黨還是很在乎他的部分區啦 說實在啦 因為國民黨我講白了啦 國民黨有那麼多區域立委 所以到時候光是區域立委 跟縣市長造的事 就可以去講部分區了啦 那民眾黨除了柯文哲之外 誰能講不分區呢 你知道我意思 所以國民黨比較不會在意這個問題 就不分區的造勢 國民黨的場合太多了 可是民眾黨就只有柯文哲造勢的場合 才有辦法講不分區 所以我覺得他們等於是 了解自己的難處 可是又要呼籲 又要回應這個社會的要求 社會的要求就是你們一定要合作嘛 所以他才會提出這個方案 所以我覺得核心點就是 就是民調啦 那我們來推薦幾家 比較大家信得過的民調 那做出來就決定了吧 大概是這樣 時間會在什麼 最後的日期 柯文哲大概十月中回 對嘛 所以時間也就大概兩個禮拜 我覺得民眾黨的方案 應該就是這樣 就確定了 就確定了 接下來就等國民黨的回應 應該是這樣 那國民黨能怎樣回應 這個我不知道 這要問我們 鄭元兄 來問金普中 你的好朋友 金普中我不熟 這個金普中已經釋出這麼大的善意啊 我認為這個應該讓朱立倫回答啦 朱立倫跟侯友宜要回答 主要是朱立倫啊 他是主席嘛 對不對 這讓子彈飛一下也飛不了多久 這時間還蠻緊迫的喔 那假設說輸的退選 那剩下的那一組贏的 不管是純籃或是純白的話 有沒有贏的機會呢 這樣對盤就是 你要承諾要合的嘛 對對對 好這個將軍提供了很多解讀之後呢 我覺得還是留下一些這個 我想問的 我特別問一下亮哥 那假設啦 假設真的是 覺得這個是讓子彈飛一下 也飛不了多久 那還是說這是一個最後的定案 就是這樣了 輸的退選沒得談就這樣子 好那假設真的是輸的退選 不管是柯文哲退選 只剩下侯友宜國民黨 或是侯友宜退選 只剩下這個白的部分 純藍純白 你覺得這樣可以拉下來記得嗎 國民黨不會同意這樣 就像栗將軍剛剛講的是對的 不會同意 因為你如果登記 然後11月20輸的人沒登記嘛 照他的方案 那感覺就 國民黨是自己在選嘛 那個就是兩黨合作的那個氛圍 在群眾造勢的場合就出不來 對 所以立將軍是擔心這個嘛 所以為什麼要進來當副的 所以我覺得中間一個妥協方案就是 因為民眾黨就是一個一人政黨 這大家都知道 那民眾黨認為柯文哲要去顧那個部分區的基本盤嘛 可是我認為民眾黨會推一個人進來 這個就是妥協方案 就國民黨很在意你要有一個象徵性的人 代表民眾黨進來 那在各地造勢的時候 人家才知道兩黨是一起選 那柯文哲又擔心 他不去各地站台去呼籲大家投給民眾黨不分區 那不分區的票又出不來 所以我覺得他們應該是有在想嘛 可是現在不能講 不能講 現在他當然要先提這個案 因為國民黨已經提案了嘛 就是我們蔡委員剛剛講 國民黨是壓著 壓著你說你就當副的吧 我們家大業大你就當副的吧 那這個案 民眾黨當然反彈嘛 所以我就回擊你 我就提出陳志涵這個案 那黃珊珊立刻寫臉書表達憂慮 這也可以理解吧 黃珊珊希望的是聯合內閣嘛 那聯合內閣兩黨可以合作 那國民黨擔心呢 我們栗將軍擔心的也是很有道理的 就怕票出不來 栗將軍擔心的是總統盤 民眾黨的票會吹不出來 那民眾黨擔心的是不分區的票 沒有人去吹啊 所以這個很容易找到折衷點 就是民眾黨就推一個 第二重要的人進來當副手 沒有啊沒有第二重要 這個到時候你就知道 那柯文哲就去跑那個不分區嘛 就是這樣 這個到時候 因為我覺得現在各方講的這些 這個就叫做比較誠懇的談判 因為大家都有聽到對方的話 你知道嗎 因為國民黨原來那個案就是民眾黨 你把我當成什麼 沒有民調我就是老二啊 世間哪有這種事 而且我有一些民調還贏你呢 所以他當然會反彈嘛 所以他就推一個 這個聽起來有點生氣的方案 可是也內涵了我知道一定要回應社會輿論 我一定要有正方案 具有正能量的方案 所以他就說民調一了百了嘛 可是接下來 麗將軍又提出他的憂慮嘛 所以這樣子民眾黨的票 吹得出來嗎 是啊 這個也合理啊 所以大家再來想 要怎麼樣才會再選錢 選錢喔 選錢就讓人家覺得 這兩黨是在合作的 對 就是這樣 因為現在就以民調來看 要把賴清德拉下來的這個聲浪 實在是很大 壓力也很大 所以不管是藍 藍不管是白 如果在合作上 讓大家覺得不能合適你的責任 那內黨的壓力會非常大 所以賴委員你做個結論吧 你覺得接下來會怎樣 時間不多咧 這個我聽到小道消息 當然不能算主 我也不是很確定 但是麗將軍的優力是對的 但優力是單方向的 為什麼單方向的 他們講這個方案 不是沒有沙盤推演過 他不是新的 早就推演的這個沙盤方案 怎麼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就國民黨來講 真的是會憂慮說 如果我和友贏了 我當政的 那你不來搭配當副的 我白色選票怎麼拉得過來 這是國民黨的憂慮 但是如果這個比民調 民眾黨贏了 民眾黨贏了 他們不擔心國民黨票過不來 理由是什麼 不是 我講說 我這個不太確認 我沒有驗證過 但是我是聽過 有這麼一個暗示性的一個小道消息 他說我們擔心國民黨過不來什麼事 我扶了就找韓國瑜國民黨票通通過來 真的 他真的是真的有這種消息啊 那我沒有人有辦法跟我確認 所以換句話說民眾黨 我不曉得阿亮講的時候有替代人員 這個我認同 不是啊 不是你認不懂 韓國瑜過來票 不是就是說 沙盤推演他們有推演到這一招 然後 然後國民黨要找到一個 柯文哲以外代表民眾黨的人物 還不太容易耶 真的找不到耶 找黃珊珊嗎 不太對吧 對不對 好像沒人 我總不能找陳佩琪要柯媽媽 柯媽不錯啊 不是啊 我覺得 這個有點難有沒有 有點難了對不對 代表性就是很 有時候很早啊 所以 他們講的說 藍白河 你這個 我這個 如果我民調贏了 我柯當政了 我不擔心你國民黨不過來 因為你國民黨還有一個牌 比朱立倫的牌好用的 對我同意 對啊 那到時候在群眾的壓力底下 你韓國瑜可以自由選擇嗎 你也沒辦法自由選擇啊 那老將軍搞不好就把韓國瑜 拿槍來壓了韓國瑜上陣啊 對不對 對 在這個合作的大前提之下 誰說No 壓力就會到誰的身上 而且國民黨還有那麼多區域立委 到時候柯文哲一個一個站台 票出的來啦 這個是真的啦 對啊 好 所以大家知道 雖然這個今天讓很多人 感到稍微有點挫折 在今天這個中後節 但是大家看到 子彈還要再飛好一回 現在聽起來劇本有好多套 是不是 可能超乎大家的想像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好感動 請請請欣賞 請請請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